热转印适合印在哪些衣服材质上? 三步骤带你轻松分辨 想准备一台热转印机来替商品加工 但不确定热转印适合哪些衣服材质吗? 一生建议你先分辨衣服材质的属性 再来选择材质对应制作技术 热转印从技术面来看 有胶膜转印、隔字膜、纸转印、热升滑四种方式 接着透过以下三步骤快速分辨衣服材质适合哪种热转印技术? 第一步,从需要转印的布料减下一小部分 第二步,用打火机烤一下布料边缘 第三步,从布料火烤后的呈现状态 判断其是否以化学成分居多 若以火略为烤过的布料表面 容易结成黑色硬块或持续低下油脂液体 代表此款布料内含化学成分较高 适合热升滑转印 若布料边缘变成黑色烟灰 闻起来像是头发略为烧焦的味道 说明这类布料大都是含棉质、天然纤维材质 可透过胶膜转印、割字膜、纸转印等热转印技术替衣服材质加工 透过本次影片的小教学 希望能帮助您更认识热转印技术 选择最合适的衣服材质来进行硬制 以达到最好的硬制效果哦 益生成立超过20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直噴机、雷射雕刻机、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RT品牌益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